他们说是那个头发都穿不掉了 一根都没有了 他们就说是我们家里面把他杀了的 他就说我把他吊在我家那个房子上 吊死了以后放在那个脚盆里面 烧开水来烫 然后把那个头部九段 那个手九段 体力打了三个石头 刚才说话的三个都是罗家人 其中之一的男性 便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的主角 罗开友 21年前 罗开友的前妻李培乡突然失踪 九天后人们在金沙江 偶然打捞出一具裸体女士 当时警方联络到了李培乡的父母 二人认定尸体就是他们的女儿 这下罗开友被定为第一嫌疑人 直接逮捕 说我杀人了 我就不承认嘛 我就没有杀人 当他出事这个照片的时候 我一看到 这个尸体是另外一个人 我当时就是说 又想笑又想哭 我就心里面活了 我就跳起来跟了那个发言 以耳光嘛 后头那个局长他说 他说罗开友疯了 跟我把他吊起来 吊他三天三夜 最终罗开友就这么被无缘无故地 关了一个月 最终由于证据不足而被释放 出狱后 罗开友受到了警局和部队的联合处分 说他对前妻不负责任 为了洗清罪名 罗开友踏上了漫漫寻期之路 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虽然说那个尸体 尸体不是 但是他们就说这个李培香定位失踪 他的失踪 我负有责任 后来机缘巧合下 罗开友结识了47岁姚联军 因杀人罪入狱 却又在派出所工作过 有破案经验 显然这也是个有故事的男人 他给罗开友出了个主意 从前妻娘家人处顺藤摸瓜找线索 随后自己以律师的身份 接近了李培香的父亲 打着帮对方上诉的幌子 录下了一条重要的语音 我女性化的女儿李培香 在罗家走 走了不过好几天 才走到李培林家 他就找李培林哥哥 跟他带路 带到成都 李培林就说 那么我爱就来 我给找个罪友 管他找个人出来 都要的 他就跟他说 他跟我说 我让我去走路 他去走路 就是我们的话就下路不明 好家伙 原来李培香 当年是自己出走的 二十年前 李培香和堂哥 一起去了成都 随后一路北上 在天津安顿 刘连军就发现了 一个那个 迷迷的电话号码 是一个座器号码 他后来他就跟我说了 他说那个 电话本上 儿子两个 女有个 总共是七个人 但这七个人当中 就这六个人 都有名字 唯独第一个 走大 按照罗开友提供的电话 民警在当地机关协助下 找到了一名 叫李方的女人 后来他给我们介绍 他说那个女的 不叫李培香 他说叫李方 我们就跟他说 这个面部有一颗字 他说那个没有那颗字 当时我心里都凉了 就下车断了 面貌特征对不上 那这个李方会是李培香吗 随后 民警又通过 战案检测 最终确认 李方正式失踪 21年的李培香 既然女儿没有死 那为什么李培香的父母 会诬陷罗开友呢 为了弄清楚当年的真相 记者来到了李培香的家里 据村民透露 李培香的弟弟大脑 曾受过刺激 看来向他了解情况时 不太可能了 随后 记者又奔赴到了 天津近海县西长屯村 在这里 我们能见到李培香本人吗 在厂长的帮助下 我们很快见到了 罗开友苦苦寻找 20年的前妻李培香 这一次 他会告诉我们 离家出走的原因吗 因为他家那个女儿带我 打我 我反正他家 就是裹不下去了 欺负我 他也管我对我 没法 没有那个心怀鬼胎 有不鬼的行为 我无法 我没法说不出口 当时我在里边待客 他还不信我往外说 我要说了 你这当成老师了 你就每年见人了 所以我掏出狼 我掏出虎口 按照李培香的说法 自己是为了自保 才不得以装疯卖傻 掏出狼窝 我当时是 是有点 那个 身体是有点 沾尖下什么的 我有点 也是为了保护自己 我就种了身体 你来的 我就乱炸乱打 我是为了保护我 我得就炸他 可罗开友之前 却告诉我们 他早已与妻子离婚 可妻子却一直 赖在他的家里 对此 李培香又会怎么说呢 那是他 他就那个 胡说八道的 我还得找他 找他跟我 回复那个麻烦去 离开罗家后 李培香几乎是 一路要着饭 来到了天津 眼前这个男人 正是把流浪的李培香 捡回家的孙风落 如今女人的丈夫 人家说话 不走法 不带个脑子 有矛盾的事 两个人就这么 凑凑呵呵的 住到了一起 孙风落前妻 男产去世 李培香的出现 正好填补了 家里女人的空缺 之后 他又为男人 生了一个儿子 眼瞅着一对儿女 已经大学毕业 两个人的日子 也一直不嫌不淡地过着 虽不算富裕 但至少安稳 这些年 李培香从未向丈夫 透露过自己的过去 对男人来说 妻子的前半生 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但他始终坚信 李培香是个好人 不关心你二十年以前的事 我关心你二十年以后 我怎么过的事 你不必担心的 对吗 这个左父亲两口子 从这也是哪一天 一直到这里 白头卸牢 这里有感情 对吗 这里马玩走行 我说我关心你二十年以前的事 其实这些年中间 李培香也曾想过回去 给罗开尤洗脱罪名 他还一直保留着 当年的证物 一件蓝色的棉袜 我二十多年了 有什么恨呢 我也不想把他带来坟地去 还谁还死了 都恨谁 还恨一辈子 将来也都快五十的人了 结果他的相片在家 当时 我一看我都不认得他了 他一老了 我也老了 当时才二十多岁的人 他一老了 我也老了 我看他头发也都有点白了 我都不认得他了 你只是见了面了 也许啊 我这么想啊 也许你叫我骂他 我也骂不上来了 也许背不住 还得有几滴眼泪 另一头 已经等待了二十年的罗开友 正准备迎接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 这是四川省临波县警察局 专门为他举办的一场洗白大会 再次我代表公安机关 为多派友 多派钱 多田园 森球园 本市的共产维护兵 同时 可以二十一点钱 经公安机关 在办理刺满活动中的工作事务 而给市民当时的 朝鲜的上海 表示深深的便宜 我可以温暖的哈 表示感谢人民政府 给我批凡走去 我没有杀人 之后 相关政府也对罗开友 以及四名无辜的村民 进行了相应赔偿 总计四十六万元 事情到此已经告一段落 罗开友也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好了 视频道